你知道勋儿和萧炎在嘉南学院分别后何时才能相见吗? 而在剑之时,萧炎的实力又有多恐怖呢? 竟能直接秒杀一位五星斗宗,众所周知, 当萧炎解决陨落星炎和云南宗后,便会前往中州历练。 而萧炎和勋儿的下一次相遇也是在中州, 当时勋儿带领两名斗尊,在中州叶家见到了正在面临危机的萧炎。 两人距离上次见面已过去四年之久, 但令人没想到的是,勋儿才刚和萧炎相处没几天, 当初那位出炎侮辱萧炎的黑鹰军统领, 林泉便找到了勋儿,催促他返回家族。 而林泉也因为催促勋儿这件事彻底惹恼了萧炎, 因为在四年前,勋儿和萧炎分别时便是这个林泉来迎接的。 当时他不仅出炎侮辱了萧炎,而且还威胁萧炎, 让他以后不准和勋儿接触。 再加上,他这次又来破坏萧炎与萧炎相处, 这才点燃了萧炎心中的怒火。 而这个林泉的修为乃是五星斗宗, 他以为萧炎还是四年前那个四星斗灵, 所以他也想借此机会再次敲打萧炎, 但他却不知晓, 此时的萧炎已经突破至四星斗宗, 且根基扎实气息雄厚, 因此萧炎这次便没有再容忍他, 而是以绝对的实力将他打得满地找牙。 优优独播剧场